开年以来,公园自带的停车场还从来没有满园过,今天横七竖八地停满了车。 江源等人下车的时候,只听说刑警四大队已经上去了,也只能就地等待结果。 他划出来的那块地方,不管是埋尸的地方也好,凶手藏身的地方也罢,都要刑警们搜过以后,才适合去查看。 沐志阳抡着盾牌,紧紧地跟着前线怎么样?有回报吗? 崔小虎询问徐田,暂时没有消息,不确定什么情况。 徐田顿了顿,又道,四大队的队长庞基东经验很丰富,四大队也是我们刑警支队的精英力量,现在已经组织了一支突击队。 在旁边的黄强民嘴唇动了动,明智的没有发表不同地方的民警有不同的处理方案,他也不能拿宁台县的经验套到落尽室来说。 崔小虎则是追问道,到地方了吗?有看到裸露的地块或者土包之类的吗? 暂时还没有。 徐田知道崔小虎的意思,他是担心此地为受害人的埋尸地。 一名正常人的体积,大约是0.06立方米,两个小学生加到一起,可以看作跟成年人的体积差不多。 因此,要将两名小学生埋入土中,意味着地面会多出至少60升的土壤。 土要比水中的多,一升土的重量大约要5斤左右,所以60升的土相当于300斤,一次性运走还是比较困难的,分次运走的也是不轻松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自家院子里埋了老驼,特别是埋了老公以后,总是会留下一个小土包的原因。 不是他们愚蠢地不知道掩饰,而是运走这些东西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力气。 照理来说,三名绑匪在目前的环境下,如果选择埋尸的话,大概率不会处理得如此复杂,因为他们也没有长时间埋尸的必要。 崔小虎略略地松了口气,道,不是埋尸就最好了。 徐天却道,他们也可能把土运到花坛或者灌木丛撒掉了,公园里还有取水井之类的地方。 崔小虎这才意识到自己想得简单了,脸色不由地愈发严肃起来。 徐局,庞基东请求将突击队先派上去,支队长拿着对讲机过来了。 徐天道,你是前线指挥,你指挥就行了,那我就让突击队上了。 支队长说着,就站在徐天身边,摁动对讲机,道,老庞,突击队上去吧,注意安全,注意掩护。 突击队上,收到。 我后续增援,安全。 庞基东迅速地回了一句。 落进市作为省会城市,刑警队伍的素质亦是颇为精良。 事实上,最近些年,省会一级的政府部门在人员更新上都是需求溢出的。 可以说,除了TOP3的十几所学校以外,其他学校的毕业生进来都得费点力气。 而能从千军万马中闯过来的人精们,做事的能力和妥贴程度都是数得着的。 庞基东挑选出来的突击小队共六人,两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带了四名最近几年新入队的棒小伙。 庞基东让六人全部配枪,掀起前往目的地,打的就是突袭的主意。 至于剩下的十几人,他也不放在正面了,一部分去后面堵口子,一部分追在六人屁股后面增援。 正常来说,抓三名暴力犯,派六个人肯定是少了,哪怕全部带枪,也只会让人更担心。 但庞基东还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六人组突袭固然危险,可一旦成功的话,收益也是巨大的。 否则,二十几个人一悠而上,固然是安全了,可绑匪请着两名小学生,案子依旧是淋漓不尽的状态, 后续依旧复杂。 不过,庞基东也是对自己的手下有信心。 尤其是几个年轻人,都是身体素质超群,练了好几年勤拿格斗的高手,空手一对二都没问题, 持枪的情况下,战力是有保证的。 六人小队小心翼翼地靠近目标地快。 与此同时,附近的民警也将公园里少得可怜的游客疏散出去。 支队长的对讲机里,不断地传出前线的报告。 左侧有一个配电站,灌木丛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藏不了人。 背面有小鹿通到树丛里去了,已经派人过去了。 支队长和身后的徐天都是一言不发地听着, 崔小虎、黄强明和江远等人更是没资格阅阻带袍的指挥。 事实上,如果不是江远决定到现场来的话, 徐天等人并不会因此而有紧张感和焦虑感, 因为他们并不确定此地是暗犯的藏身处、埋尸处或者是别的什么线索。 但是,江远的态度,特别是他决定来现场这件事, 却是让徐天等人,确实地感觉到了一丝紧迫感。 嘶嘶! 支队长的对讲机响了一下,立即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地块附近没有人,有一个井盖, 我们准备打开井盖,对讲机里的民警喘着粗气。 哪怕是对老刑警来说,这个时候都是非常紧张的, 更别说突击队的六个人了。 这时候,对讲机另一头的崔小虎,甚至不自觉地屏息了。 发现人质 井下发现人质,人质完好无损, 不是,身体健康,没有发现劫匪, 重复一遍,没有发现劫匪。 对讲机里传来的声音,紧张又令人振奋。 支队长这下子无法保持静默了, 拿起对讲机就到,注意安全,保护人质,伺队进场。 说完,支队长看向徐田,道,徐菊,我们也过去。 徐田白手就往前走,众人于是集体潜移。 到了目标地块,就见两名小学生已经坐在路边的长椅上哭了, 只是哭不出声来,眼泪也几乎没有了。 两人的衣服都脏兮兮的, 手腕上能看到捆绑过的轻痕, 脸上同样是有脏有轻的样子, 好在四肢齐全, 五官俱在,也没有失血过多的痕迹。 再看前方的草地,乱蓬蓬的野草中间, 一个井盖已被撬开, 有人已经下去查看, 另外十几名警察已经散开到四周, 开始寻找是否有类似的情况。 庞吉东小跑着过来, 经理后道, 是个枯井, 底下的通道已经被堵起来了, 没有地方可去, 只有两名人置在井下, 处于被捆绑状态, 嘴也是被塞住的。 我们的队员询问, 他们是被从上面调放进去的, 不清楚自己待了有多久。 好,好, 徐田连连点头, 虽然还有很多疑问没有解决, 但找了人质, 就是天大的功劳, 相当于案子破了八成。 至于剩下的, 抓捕三名绑匪把孩子送去医院, 注意保密, 也通知参战人员一定要注意保密。 徐副局长此时突然有点后悔, 早知道江远断得如此准确, 应该提前安排这些事情的。 徐田想到这里, 再看向江远, 不由失满面笑容, 且感慨道, 实话实说, 是我浅薄了, 宁抬江远, 真的是名不虚传, 难以想象难以想象, 找到了人质就好。 江远破的案子多了, 但解救人质还是挺难得的, 尤其是两名小学生, 哭得梨花带雨的, 令人颇为暖心。 我觉得, 绑匪将两名人质放到这里, 应该是准备跑路用的。 支队长更加冷静一些, 分析着情况, 道, 很可能下次索要赎金成功以后, 绑匪就会将这个枯井的位置告诉我们。 如此一来, 我们找到了人质, 对他们也不会紧追不舍, 万一逮到, 判得也不会太重。 那如果我是绑匪的话, 我会将两名小孩子分开放。 一直不怎么说话的李浩辰突然开口, 道, 两个枯井, 应该不会太难寻。 这样一来, 不管是一家人致富了赎金也好, 用一个孩子证明也好, 都会更灵活, 毕竟对绑匪来说, 接下来的重点是如何二次索要赎金。 几个人不由陷入了沉思。 支队长缓缓道, 我们最近几天一直要求跟人质对话, 也许是这个原因, 迫使他们将两名人质放到一起。 就算这里很偏僻, 频繁进入公园, 对他们三个来说, 也是越来越危险了。 李浩辰顿了顿, 道, 而且, 如果我是绑匪的话, 绑票之后, 绝对不想再移动人质了, 除非? 除非什么? 支队长这次都没跟上李浩辰的思路, 除非我就住在这附近, 能够在非开放时间里, 自由地进出这里, 并且保证自己不会被监控拍到, 不会被保安逮到, 李浩辰闭目沉思, 如果是我的花要等赎金, 确实可以选择这种人很少, 自个儿又熟悉的地方, 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李浩辰打量着四周, 公园附近的路网很多, 而且有很多小路可供选择, 逃起来很方便, 不直接出城, 主要是担心绑架后, 逃不了那么远, 此处就进可供退可守了, 哪怕条子闻到味道, 也可以藏在公园里。 我调人过来, 支队长打量着李浩辰, 同时重重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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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